大家好 先生貴姓 姓陳 我們是大紀元時報 今天想和你做訪問 剛剛就新鮮速爐 區議會選舉 在泛民方面 泛民的陣營大勝 建制派大敗 這方面你有甚麼感想 我覺得是表達了民間對五大訴求非常支持 而且希望政府積極回應和答應 最重要是答應五大訴求馬上落實 雙普選撤回惡法 撤回暴動鼎盛 以及釋放議事等等的訴求 以及成立獨立調查追究警暴之類的訴求 我覺得這個是對政府很大的警號 就是其實市民民意一直沒有逆轉 為甚麼好像少了人出來呢 只不過是他用種種的手段 包括警方的濫捕 包括隨意虐打示威者 以及不發不反對通知書 去減少示威的人數 但是民意從來都沒有逆轉過 依然是支持示威者去爭取五大訴求 即是說你對於今次的選舉 非常之開心 即是勝出 不可以說是勝出的 只不過是更加表達了民意 更加表達了民意 其實香港人其實都是很團結地支持 大家去爭取五大訴求 那好像今次的結果 譬如你最深刻的是哪位候選人 或者是勝敗之中 有沒有一些深刻一些的印象 深刻一些的印象 我覺得是梁國雄議員 雖然他對李慧瓊秀落敗了 以三百多票 但是他肯主動去承擔這個責任 作為傳統的泛民 他肯主動去承擔打大佬 這個責任 其實我也覺得相當值得大家學習的 就是大家不要因為個人的成敗得失而去計較 而是要整體團結為大局 就是上一籌去爭取落實五大訴求 包括要落實雙普選 市民資訊權 新聞資訊自由和營商自由和合法 市民資訊欣賞